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17日 這個是 星期一 我們跟大家說回香港新聞 我們上一節就是這個 香港主權系列 不是香港 全世界都通用的 跟大家說國際法 我相信這個話題 當然 以前在香港 其實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絕大多數的人 除了法律學者之外 或者政府人員 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有興趣去學習 來到今天 我們香港人 就要去學習這些東西 真的 非常之諷刺 因為我們有需要就知道這些東西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黑社會 黑社會也正好拿來做教訓 去講解上一節所講的東西 沒有聽上一節的觀眾不要緊 我們這裡會稍微說回兩句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研究這個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 為什麼要關黑社會事 大家都聽得很多 看黑社會片 古惑仔啊 知如此類 你經常都會聽到這個地盤 我是說的 是說的 你是哪裏的 這裏是我看的 這個 如果你有聽上一節 如果不聽也不要緊 我再解釋多次 主權 有兩個特質 一個就叫做對內最高 另一個就叫做對外排他 聽完也不知道解釋甚麼 但是用黑社會的演繹 正好 將對外排他告訴大家 甚麼是對外排他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 今節要講的新聞 竟然可以當成是 這個叫做主權爭議 這次 有兩個爭議的 堂口 一個叫做新議案 一個叫做水房 從某種意義上 當然這是比喻 不過大家聽得明白 從某種意義上 其實黑社會的地盤劃分 正好跟這個世界 國與國之間 那個所謂的地盤 即是領土的劃分 裏面 就是有相同的地方 我們再詳細講這個新聞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無限度播放 我們現在 還要繼續 頂硬上 現在很辛苦 我們現在節目會先優先上星期二日報 因為星期二日報可以賣廣告 我們節目會較後時間上回另外那兩條頻道 大家就要注意了 所以 如果你看到 現在的view數 偏低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現在 三個台也有播放 所以呢 把我們的view數拉低了很多 請大家繼續努力一點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無限度播放 幫我們點擊廣告 2月4日 記得了 2月4日年初四 我們去找中國大使館示威 因為那天 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 我們去找鄭卿 主辦單位是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 我們是協辦單位 本台也當作是本台活動 也會 全程廣播 希望2月4日看到大家 我們當成一次動員 大家也要注意 當日因為是一個示威活動 要多處提防 小心警戒 說回香港發生甚麼事 香港 黑社會 就是由屯門跨區打到西貢 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跟香港收緊 海上的走私有關 收緊 走私導致 黑幫的收入來源遭受重創 於是黑幫的成員 繼續找不同的路線 用國與國之間的 角度去說 其實真的很相似 不是開玩笑 海上貿易受到打擊 他們就要開闢 不同的新航道 你開闢新航道的時候 踩到別人的地方 怎樣呢 如果這兩個是兩個國家 這個就叫做侵犯主權 原來在網上流傳着 黑社會 在深夜 在西貢的鬧市大打出手 甚至乎有一大群惡殺 駕著私家車 互相追逐 原來 就是這個在屯門活躍的 黑幫新義安 他們 就是在這個水境嚴密監控屯門之下 令到他們的走私生意大受打擊 於是 他們就不走這條路了 改為 走這個西貢的水域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們用國與國之間的 角度去看 你會發現黑社會欠地盤 欠不同的行道 跟這個 不同的國家欠國際貿易 在這個沒有法律的年代的時候 真的非常之相似 因為這個情況 所以 新義安跑去西貢水域 結果就是觸碰到當地的黑幫 水防的勢力 侵犯主權 於是大家就是 中英談判 不停用國際 國際的角度 去講這一節 他們就約出來講數 為了這個 爭地盤 要講數 但很可惜就談不完 結果 西貢的 陀地就是埋伏他們 於是一言不合 軍事解決了 結果 在西貢這個地方 一談判破裂之後 一群 惡殺 衝出來 然後就拿著私家車 狂追 結果就是猛虎不及地頭蟲 新義安 遠征西貢失敗 結果被打到節節敗退 後來警察接報到場 拘捕了7人 到最後 聯合國介入 派了聯合國維和部隊出動 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就是三聖村的新義安頭頭 叫做傻臨 吹大雞 要遠征西貢 要跟當地的 盤據的黑幫 水房 要坐下來講數 說關於我現在找不到錢 借水路來走走行不行 人家說當然不行啦 這是我的地方來的嘛 這是我作主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主權 這個叫做 主權排他 中國外交部說得最多 甚麼都跟你說 這是我的內政 不關你的事 這裡是我的地方 不關你的事 這個 就是要跟大家說 國際法上面其中一個特質就是你越 你越是去 主張得越多 就越顯示那樣東西是屬於你的 簡單一點來說 跟黑社會其實真的是一樣 這個字就叫做霸 死霸難霸 總之霸到是你的為止 黑社會也真的是這樣的 這是我的地盤 你怎麼證明那是你的地盤 你買了一塊地嗎 當然不是啦 但是你一有人走過來的時候 我就自動有人飛出來招呼你 久而久之 你就承認這個是我的地盤 這個就叫做霸 很不幸地 其實國際法 那個理解 正正就是這樣 不過當然 當然 現在 現代的國際關係 就是對於某些行為 去霸壓一些地方 是不容許的 不代表你永遠不能夠 獲得其他國家的領土 但是 這節也不要說那麼多國際法 還是說回黑社會 原來一早就被人陪了 人家一早就報了重兵 在這裡等你了 原來十多名惡漢 等待這個三姓的傻立 結果也遇到談判破裂 談判破裂 然後 惡殺 群起而出 然後就追殺這班新義安的人 新義安遠征隊 因為 人丁單薄 結果就是 節節敗退 急忙上車要逃走 對方就立即上去這個 車輛追折 這個案發地點就是西貢的 宜春街 還有灣景街 打在這個 晚上的西貢 打到就好像如入無人之境那樣 警察後來就到場 去兜截這個黑幫 到最後就拘捕了七個人 告他們非法嘔斗 簡單一點來說 也是 一個黑社會 拿地盤 這些黑社會在香港 彷彿完全不受法律監管 實際上 你有你話事 他有他黑夜的時候 他話事 正好就演繹了 什麼叫做國家 什麼叫做主權 當然 他就不能構成一個主權 但是實際上 黑社會的行為 其實就跟一個 就是流氓國家的行為相當相似 實際上 地盤是霸回來的 主權就是我把你趕出去 這裏就有主權了 國際 國際的組織會不會承認這件事呢 國際的組織 又跟警察也很相似 你說警察 跟黑社會是不是勢不兩立 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 最表面那一層 警察一定跟你說 我們要打擊黑社會 實際上 最默許 黑社會長存的 又是警察 自己本身 所以我告訴大家這個世界 其實真的很複雜 表面 有些事情 告訴你 絕對不行 實際上 這個世界 是長期默許一些東西存在 更加不要說就是國際的恐怖份子 實際上 不同的國家 在背後 就是支持 不同的所謂恐怖組織 使得這個世界 長期 有一個規則就告訴你 這些東西不可以存在 但是這件事 長期 在這個世界 被默許存在 這一節 跟大家差不多講到這裏 剛好看到 新聞尾的時候 就看到 就是這個蔡子強 接受這個藍媒01專訪 就說 有人錯誤認識過往的民主運動 導致越走越激 就說到 激進 就錯誤了 現在 就好像飛撲出來投降 當然他裏面的內容也說 就是很替這個年輕一代 就是覺得他們命運坎坷 但是 既然是這樣 你不用出來說的嘛 香港人要奮起繼續反抗的時候 你出來就說我們太激了 其實 很想吐血 所以我們真的 再說多一次 香港人的未來 不屬於這班人 我真的很認真說 香港跟香港人的未來 應該是屬於積極對抗 積極關心香港的人 所以呢 這班人真的是舊電池 這班人 你們也是 回大灣區算吧 希望大家真的明白 香港人是必須要奮起的 正當我們現在 打算奮起的時候 現在有人出來懺悔啦 說覺得太激了後悔 你是不是很想死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